首位拥有西班牙舞蹈最高学位的华人舞蹈家许金仙女教授 他每年都会固定举行秋会 而今年的国际佛罗民歌在台北2018将会带来全新的创作 让观众朋友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次又一次的彩排就是希望带来精彩的表现 有华人佛罗民歌始祖称号的许金仙女教授 每年用心筹划的国际佛罗民歌在台北 即将在12月8号登场 每年都会举行一年举行动态一年举行静态 那今年呢我们是动态 那在今年12月8日星期六在台北市中三堂光复厅举行 那么举行这个国际佛罗民歌在台北 今年特别发表了一首舞叫甘丁尼亚 甘丁尼亚就是西班牙弗罗民歌舞蹈里面的一种舞牌 那么甘丁尼亚这个舞牌呢 我这次创意了特别的创意 以孔雀之之 然后配上了优雅的那个优雅的身段 那么特别也设计了整套的那个长尾服 今年的演出将带来全新创作 甘丁尼亚甘提香 许今仙女教授特别设计出颜色 样式都相当特别的长尾裙服装 那Bata de Gola这个布是特别选了 选怎么选呢 因为这个布是世界上买不到的 因为这个布的所有的图案 点点的图案 是我们自己用电脑排列出来 然后排列出来之后呢 然后送到大陆去 木商去印出来的 这首舞蹈甘丁尼亚 因为他没有办法翻成中文 所以我以印翻字翻中文叫甘提香 那甘提香呢 这一次一上台就是六条长尾裙 在一个格局里面 一个舞台上面 六条长尾裙要练到一致 再转圈一致尾巴 好像他身体多了一个尾巴出来 他怎么样把他这个尾巴变成 就是他身体一部分 然后在六个人 在一个格局的舞台上面 能一致的话 这个相当高的默契都是靠时间跟努力 练出来的 为了让观众朋友有丰富的感受 不断找来了西班牙籍的乐手打鼓 教授还特别配合了这一首全新创作 写了一首意境优远的诗句 那么为了这首舞 那么同学也很认真的练 我们也练得非常的炉火纯真 那么呢也为这首舞 我特别做了一首诗 请大家多多指教 脱淡一湖蓝 入木星点光 勤玄不戒笔 烟群写文章 请大家多多指教 国际佛拉民歌在台北2018 将在12月8号 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举办 由于座位有限 喜爱佛拉民歌的朋友 尽快到活动通 或是两厅院售票系统订票 第九房间凯琳锦宇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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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